再来看一个更直白的考题 如A宣言所写 名词加个度影 这块很明显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本来的壮与丛就应该是 橡树更喜欢干燥地区 后面主句主语应该是这种树 动作是survive 生长 哪生长呢 表示我survive的一个地点 在潮湿昏在生长 好这两个动作 很明显读A就能发现 两个动作不应该具有修饰关系 因为这是两种树的两种喜好 对吧 那不可能有互相的修饰关系 更别说同时的事了 所以A肯定不对 B同样是一个独立主格 所以B也不对 C选项呢 纵然是有个状态丛具表比较了 但是身后又没有主句了 所以C肯定也不对 D的话呢 主语是这个树在这生长 vive is廉词 身后呢 表示另外一个对比对象 这个树呢 喜欢这样的地方 这回没有伴随 没有独立主格了 两个动作呢 可以有对比关系 所以D先保留 E的话 又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身后给主句 这个呢 肯定也不对 两个动作没有修饰关系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私底选项 这个题 你看 通过这个具间关系 非常容易作对啊 只要记住 伴随跟独立主格的两个必要条件 一个是有点关系 另外一个呢 要两个动作 要两个动作近乎同时发生就可以了 我认为 感谢观看